DUWNDAO 开头的英文单词 英文单词中 有很多 自首字 Pufix 后面再介绍了字根 Root 或字根加上字为 Root加上Surfix 能够熟悉 如果我们能够熟悉自首字 可以让我们在记英文单词的时候 事半功倍 什么意思 英文单词 有的字很简单 字母没有几个 有的时候 一个字字母可以到20多个 目前看到没有超过30个 那医学用字不算 专业的不算 一般我们用的道字 大概20多个 大概234个 就到顶了 当然 多数是在10个字 10个字以内 大部分 但是10个字母以上的字也不少 那如果这个一个英文单词 它字母数比较多 比如超过10个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不到10个也有种情况 它是由三部分属成的 所以英文单词最多三部分属成的 如果字母少就是一个root 像are、ars、with、be、he、with 像这些就是一个单元 字根 那字根呢 如果前面再加个字首 像我们这一集讲down 开头像常见的是 比如说dis、il、en、un 这些叫字首 然后呢有时候加字尾 字尾就是常常tion、ment、ly这些东西 所以它最多是三部分 有的时候第一种情况就是 字母数很少就是子根一个单元 最多就是字首加字根加字尾 但有的时候是只有字首加字根 没有字尾 有的时候呢没有字首 就字根加字尾 就是这些排列组合 字根嘛 它是主要的意思嘛 它是根嘛 主要的意思 看出来什么意思 那字首呢 就通常代表 代表像dis或un 就是不行的 en就是可以的 像这个down是往下的 像com、con就是共同的 互相的 它有一个意思 大概看字根就大概是一个 什么意思的范围 这加字根 字根有时候认识 有时候不认识 自然知道字尾是可以啊 不可以啊 什么意思 那字尾就表示状态 或者磁性啊 像TI1、M、EN、T 大部分是名词比较多 表示一个状态 L1呢 一般负词 大部分是负词啊 但有例外就是 什么什么D 像AL 这种IAL 它通常是形容词比较多 或TIBE啊 形容词比较多啊 表示一个磁性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样子有这个观念啊 我们在记英文单字就不要生动活泼啊 而且要加上英文是一个音节字啊 用母音来区分 所以我们记单字的时候 要有母音的观念 有时候字点啊 它那个字啊 中间什么这个字母啊 中间有好几个这个小黑点啊 它就是告诉你它分几个音节啊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自首自根 自尾这个观念啊 就不要去就是英文要切开来去记忆啊 我们不要背啊 要记忆去了解 然后产生记忆 要知道就记住了 那像这一集都是DLN 这个字不算很多了啊 有些的COM CON 那种UN啊 那字就多得不得了 那基本上这样是往下的意思啊 比如说Dunkast 我们这一集看 先看一下 有哪些次啊 都是跟往下的比较多啊 Dunkast Dunkform Dunkfield Dunkgrade Dunkharded Dunkhill Dunkload Dunkpayment Dunkplay Dunkport Dunkright Dunkside Dunksyndrome Dunkstairs Dunkstreet Dunktoearth Dunktown Dunktown Dunkturned Dunkturn Dunkward Darling 当然这些字你不一定要全部记住啊 因为这边是包括几乎所有的啊 一般我们用得到的啊 但每个自我要求不一样啊 每个人的英文程度不一样啊 自己判断啊 你要记哪些字啊 有些字觉得不需要那就不要去记啊 或者你产生一个印象就可以啊 因为你英文程度很好的你就多记记吧 这个意思啊 像这个Dunkhand 它是形容词 形容词有什么什么的啊 副词有什么什么的啊 比如说它有啊 两个用法 也就是一字两义啊 我们提单子 一定要对单子要有一字多义 一字可能好多个意思 一字多磁性 一个字可能好几个磁性 像磁性啊 最多有看到大概六个磁性啊 很少啊 大概一般到五个就到顶了啊 那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字有两三个磁性 这个字比较多啊 那一个字啊 你就看到二几个意思了 一般就大概 就大概 五六个意思啊 就算多了啊 所以我们来讲嘛 一般的单子 不管你认识一万个单子 八千个七千个 就是我们俗语分法 大概有一半的字啊 一个磁性 一半的字啊 是两个以上的磁性 因为一半的字啊 其实不到一半啊 我们就说一半好了 一半是一个 其实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啊 就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大概三分之二啊 或者以上的是 这个比例啊 是两个以上的意思啊 像 Downward Duncast 就是Looking Downward 往下 主要常常讲眼神往下 或者是Dejected Said 就是很沮丧的啊 心情不好的啊 比如说我们看句子比较清楚 But then can't I explain That he was not a person They thought he was 就是他眼睛往下一看啊 他就解释一下 说啊 这个人啊 不是我想的那个人啊 我本来以为是张三 就眼睛往下一看啊 可能居高领向了啊 你看结果是理事啊 就是往下的啊 Duncast Don't be downcast Just because you have lost 不要因为你输了 可能是输钱啊 输比赛啊 失败了 考试不及格啊 不要因为的失败啊 心情不好啊 安慰人家的话啊 所以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眼神向下的会沮丧的 像Downward 就是 它就一个意思啊 Some failure 这是突然的啊 Fallure 失败 或者 ruin 就是灭亡啊 反正说不好的意思啊 This last mistake catch downfalled the entire company 这个最后一次的错误啊 造成了我们的company 也可以是公司 也可以是同伴 在一起的人 要看上下 我这边是公司 这个最后一次啊 这个很大的错误啊 造成我们公司的没落啊 公司就不行啊 公司解散啊 公司亏损啊 这个意思 当然就 它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副词啊 呃 形容词有什么什么的啊 修饰名词 副词什么什么的啊 就是修饰动词比较多 也另外可以修饰 形容词跟其他的副词啊 它都是tour the good line 就是 一般上美式足球啊 就是往前冲啊 Downfield Blocking is very important on passes 在传球的时候啊 这往前冲拿去拦截人家啊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年有个学生 啊 Downfield是美式足球啊 我往前冲这个我不太需要啊 像这儿你不要去记 没有关系啊 像你觉得啊 Tour the good line 这蛮好我记一下啊 或者是 Dunkash啊 我就记眼神往下的啊 只是沮丧不想记啊 这没关系啊 随便个人 所以我们英文啊 就是要记多少啊 就是 像自助餐一啊 自己拿多少 吃多少 自己去选择啊 他让他的receiver啊 迎接他的人啊 就是往前冲啊 这个意思 Downgrade 就是 A Downward Slope 就是下坡 英文的单字啊 有的时候是这个意思 可是可以做隐身 但有的时候不能隐身啊 这当然是程度的关系啊 选择很大啊 呃 所以英文程度好的 像外国的新闻记者啊 写剧本的啊 文学家啊 这些啊 文字工作者啊 他就知道啊 这个英文单字 第一个 他本身 可能就有好多个意思 他比较了解 因为他文字工作者嘛 第二 就算字典上 并不是说 他一定有什么意思 可是他有一般习惯上 可以隐身啊 怎么样 啊 你看像这个 一般字典 你可以讲 Downward Slope 一个下坡 他并没有讲说 人生的下坡段 人生的 这个碰到了逆境 可是文字工作者 知道 哦 常常可以比于人生 有时候字典 有写 有时候字典 不一定有写啊 一上的Downgrade 他现在处于 逆境 下坡逆境啊 不是真的下坡 是逆境 Downward 所以我们记住单字啊 你不要说 D-O-N-D-O-W-N-G-R-A-D-E 这个D-O-W-N-H-E-N 要记住完蛋了 你一定要去猜嘛 可以猜就猜啊 有些是没办法猜 像是字 但是 单字一查嘛 他通常啊 酒车一查都可以猜 你一定要想 Down Grade 就是你看嘛 像Cast就是丢出去嘛 往下丢出去嘛 Fout就掉下来嘛 往下就掉下来了嘛 Fill就是一个地方嘛 往下啊 一个地方啊 可是它 它是往前冲啊 顶多你转换一下嘛 Agrade 就是 一个 一般我们讲分数啊 它原来意思也不是分数 也是一个阶段 往下的阶段啊 Heart 你一定要往下 Heart 心啊 心脏 Heart 跟心有关系的 心里往下呢 就是垂头上去 所以我们要 英文叫G 像下面Downhill 也是 Hill是小山啊 比较高的Size是Mountain 就往下 往这个Size啊 往下的啊 这样去英文单词 就比较轻松 比较有效率 你完全没有什么观念 你就乱背啊 支点这个字母啊 拆乱七八糟 就一个痛苦死了 也不容易记 记得也容易忘啊 就Don't Hearted No Inspirance 你的这个精神啊 很低 精神很差 就垂头上气了 Don't be so Don't Hearted 你不要这样垂头上气了 然后它也可以转成副词 就加Ly 所以像这个 Don't Hearted 你就记住 Don't Hearted 往下 Hard 心情啊 可以加ED 变形容词嘛 这写错了 Don't Hearted 也是 是形容词 这边写错了 形容词 所以有时候 这我一个人写啊 这个都是自己弄很累啊 有时候太累了 没有找出来啊 错误 没找出来 有时候 讲的时候啊 看到了就改一下啊 有时候就直接自改了 有时候就口头上 讲一下啊 就不改了 有时候自己都没发现啊 所以有时候有些网友成都不错 他说哇 你有时候有些地方有错啊 应该是打错词吧 你也没看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你看出来最好 那没办法啊 这一个能力有限 也没人帮我 就一个人啊 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 这个啊 没帮手 所以我才会说啊 希望说当然有一个机会 可以这个 小额赞助嘛 小额赞助嘛 小额赞助 换一个好电脑啊 这个 如果说以后 如果有多一点 我可以找个助手嘛 什么样东西啊 当然啦 现在 丢累的 还不多啊 这个垂头上气啊 它也可以加Ly 变成垂头上气 Dick 那也可以后面啊 加NESS 就变成名词 垂头上气的啊 总之一加就长了嘛 你看前面有个字首 后面有个字尾 总结是字根 而且字根表现是Hard 它又加个ED 变形容词 你看 一个NR 再加一个Hard 名词 再加一个ED 转成形容词 是ED又加Ly 那ED是以后面 为准复词的 所以它里面就包括 这几个元素啊 所以字母数的多啊 这个也是一样叫AESS 字就变长 所以很多 英文单字字母数很多很长 不要怕 不要怕 呃 一般 我们碰到字啊 就是把什么动物植物啊 什么化学名称 医药名称那种不算 就是我们一般啊 就报上英文报章杂志看到 就算它字母数很多 但是绝对可以猜啊 你一猜看 所以外国人是母语 它不怕 因为它会猜嘛 这套母语 它没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外国要学英文 一定要有些观念啊 你就觉得英文很难学啊 为什么外国人那么好 因为你没有掌握窍门嘛 所以我的20个频道 大部分是教窍门 诀窍 事半功倍 然后经验之谈 这个意思 downhill 就是downslope 就是下坡的啊 也可以往下的啊 当然也可以比喻成人生嘛 就是下坡段啊 It's an easy hike to really run downhill mose it away 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 hike就是远足啊 爬山啊 比如爬个山去远足嘛 远足也可能都是平地嘛 也可能是难免嘛 这个远足一下上坡下坡嘛 这些远足啊 很轻松的啊 因为我们都是 可能你出发点是比较高的位置啊 我们这一趟就下坡 这个路啊 runs downhill 都是往下坡走啊 大部分啊 大部分往下坡走 很轻松 很不累 一个当行用词 downward 下坡的 上下的啊 应该叫的啊 像这个副词就是修饰 动词 runs 那那个 这个形容词就表示啊 rub 是wrap 这个英文叫run 这个路途啊 runs downhill from here to the finish 它是修饰名词啊 表示这个名词的状态啊 这个我们的旅程啊 rub 一段路程啊 这旅程啊 从这里啊 从这里到结束啊 都是下坡的啊 download 啊 像没问题啊 一般都会嘛 呃 下载啊 电脑下载资料啊 下载的影音啊 动词啊 tran download 下载电脑下载 transfer software tran the computer system tran the computer system 你下载一定从云端嘛 从网站嘛 从哪里 人家云端也是有电脑嘛 就是储存设备 从一个电脑系统 转移到另外一个啊 这个转移也不太好了 应该是copy啊 因为下载 你下载完 不能说那个地方没了 这转移嘛 就是这个字用不好 应该用copy you can download data from a larger to a smaller computer 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啊 下载啊 从 啊 copy 下载 从一个比较大的到一个小的电脑啊 然后down payment 它是两个字 可是它是一个意思 这个叫做复合字 当你说词也可以啊 呃 都可以啊 但是它严格上起来算字啊 叫做复合字啊 因为词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意思啊 是组合起来 但是就是一个意思 我们叫头期款嘛 头期款嘛 头期款 当然也可以说头期的款 款项也可以把它拆了 拆出来啊 那我们一般就讲复合字啊 叫词也可以啦 就是 叫两个字 甚至三个字 四个字都可以 有时候两个字分开来啊 像词 有时候两个字就连起来也有啊 就是一个字 有时候这两个字变成一个字 在中间加一个hyphen 一个短杠啊 因为有一个短杠 有两个短杠啊 就是买东西的时候 你第一次付款啊 可能这个分三次嘛 分几次 叫分期付款啊 一般是讲那个头期款比较多 i made a down payment and a new car and agreed to monthly payments and the rest 就是我已经付了第一次的款项 买一部新的器具了 然后我同意啊 就是我每个月啊 分月啊 再去付其他的啊 所以你看分月嘛 要分很多月嘛 所以这个payment叫加s 你说payment是不可属名词啊 是啊 很多是不可属名词 它有加s 就是它可以当作个别的东西啊 有些没办法分啊 像这种一般叫抽象名词 是不可属名词 可是有的可以个别化 具体化就加s 有的不行啊 就不能加啊 这很乱啊 这学会很大啊 像我们汽车 一般这是 我们一般讲的是汽车啦 可是如果真正啊 像海关啊 你进口汽车 你看不到这card的字 因为card是太模糊了 因为card也包括很多嘛 就是吉普车 小轿车啊 什么修旅行都是card 所以我们如果说像海关啊 进口那个英文的啊 如果小轿车 你进口汽车啊 或者吉普 这些啊 downplay 就是看起来 这个倒是有一点啊 比较不好的意识包装 往下的去玩 downplay也不一定是玩啊 也可以是演奏啊 也可以是玩啊 还有其他意思啊 它是 就是 也可以扮演啊 演戏啊 扮演什么角色啊 它的意思就是 down 一个是往下 往下就通常比较不重要啊 就降低它的重要性啊 好像你不好好地玩啊 这个要怎么解释 抱歉 就是一般来讲是不重视啊 play down 或者something think 这个是k 这个答错了啊 think something unimportant 那为什么是不重要啊 就不重视的意思啊 try to downplay the final investigation 这个有人啊 这个调查结果 发现一些东西啊 调查结果 选什么东西 但是啊 他试着去 就是降低 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啊 没什么 没想象中那么重要啊 所以downplay是不重视 这个很多人 很多人不认识啊 但是这个是很好用嘛 我就轻视你 我不重视你 这些意思啊 这个可以用的地方很多嘛 你看pull就是倒出去嘛 就好像下雨上倒了嘛 就我一直往下倒 就是我们叫好雨 very heavy rain 好大雨 when they went on a picnic they got caught and the downpull 他们去野餐啊 就野餐一半啊 突然下大雨啊 这个意思 downlight 他可以当然形容这个 downpulls 完全的 彻底的 或者到完全地 complete absolute 就是啊 that's a downright light 那就是一个 测头测尾啊 那就是一个 完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谎言啊 fuz completely you was downright 他非常无理啊 我们也不要讲完全的无理 这人听不懂 他非常的无理啊 那为什么啊 这个downright 在父子修饰形容词 他倒不是修饰文 所以要看文艺啊 要看意思 看他到底修饰哪一个 因为父子可以修饰 主要修饰动词 大概七成吧 修饰动词 但另外三成呢 可以修饰形容词 跟其他的父子啊 像这个dialight 形容词修饰line 但line很讨厌嘛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也可以说谎言嘛 也可以当动词 躺下来 可这边应该是名词嘛 所以是这个谎言啊 所以一字多一 太麻烦了 downside就是缺点啊 比较下面的那一部分啊 就慢慢转化了 缺点 drawback drawback就是缺点的意思啊 这个是稍微难一点 这一复合字 drawback 本来是往后拉 往后拉也不知道怎么搞 后来慢慢缺点啊 也可以拉起了 吊桥 drawbridge 吊桥 之后也是意思很多 也可以画画啊 这次太麻烦了 awake point 缺点 downside project that is that will cost too much 这个计划的缺点啊 当那个GID only downside 唯一的缺点都可以啊 就是啊 所费不支啊 要花很多钱啊 花钱的计划 缺点 好像找航空母舰啊 哇很棒啊 这个威力很强啊 震生能力很强 唯一的缺点都花太多钱了 downside project 一般我们讲唐氏症 human genetic disorder 比如说这本身不协调 后来就当成病症啊 各种病 就是一种发生在人类上面啊 这种基因的病变啊 downside syndrome 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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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停止嘛 我们就是减缓嘛 阻止嘛 停止啊 停止那些人啊 他们就是 得到这个病 stab 就是为什么说苦 得到比唐氏症的人啊 为唐氏症说苦的人啊 他们会 停止 停止什么东西啊 去发展他们正常的 身心的健康 哦 原来陶氏症 身体啊 心灵啊 都发育痴缓 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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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 FLOOR GROUND FLOOR 就是坐在比较楼下 所以有时候这个一楼的FIRST FLOOR 大家比较了解 可是有一个GROUND FLOOR 像白宫就是这样 白宫它的一楼是一楼 是没错 可是它一楼跟地下室之间有一个GROUND FLOOR 有些旅馆也是 你说它这个电梯里面有FIRST FLOOR 一呀 一楼 可是它下有一个G 第一 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GROUND 那这是地层楼 地基楼 地面楼什么意思 它这个地有点不平 所以真正的一楼是GROUND FLOOR 因为它紧贴地面 而且它下面就是地下一层 可是它一楼有点凸起来 比如说有走道 有开车 有斜坡上去 可是你人真的上去是一楼 可是它下面还有一个地基楼 第一楼 比如说白宫 你从正面走进去 是GROUND FLOOR 而你从那个斜坡走上去 或开得上去 一楼 其实得二楼 可是它还叫一楼 因为你上去 感觉上它是一楼 就是楼下的房间很暗 可能采光不好 那名字 NO.FLOOR 就是GROUND FLOOR 就是下面楼或地面楼 就是楼下或者用讲一楼 两个都有用 它字面上是楼下或楼下的 可是有时候也可以当一楼 DOWN STAIRS HIGH HOUSE LARGER THEN UP STAIRS 这个房子的一楼或是楼下层 比楼上来得寬广 面积比较大 DOWN STREEM 就是在下游的或是顺流而下的 才可一带使用词 借用词 ідrexion的WATER SPL 就顺着这个河流的方向 一般是讲下游 第一是downstream boat 在我们前面有一只船 顺流一下 相对比较小的船 用boat 相对比较大的叫ship 当然也没有办法去 真的去说 这个长度啊 几公尺啊 或几尺啊 或多少码 以上以上 也没这样去分 就你相对老米饭来讲 大概这个做个 比如说十个人以下 用boat吧 十几个人以上的 一直到游轮 游轮就用ship 大船军舰啊 游轮啊 放个小舟啊 小船啊 做不到几个 做不到十个人以内的 当然这不一定 我们也看到 有时候做个几十个人 外国人也用boat 有时候做个七八个 他也用ship 所以这很乱 但是我们 外国人 他的英文 不一定全部用对 他只是使用者嘛 所以他不是研究 像我这个是研究者嘛 所以我很多观念 比外国人好 你如果在研究嘛 他只使用嘛 他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那我要研究 知其人 知其所以人 所以我们英文程度好 他们小一点 用boat 大一点 你不要说 可以做上千个人 也用boat 只能做一两个 两三个人 用ship 你可以当父子 in the direction the water's flow they are running downstream tow the sea 然后他们沿着 沿着河 从上往下 往下游走 最后到海 出海口 down to earth 这标准的复合字嘛 你看 down 一个字 to一个字 earth 一个字 三个呢 用hyphen 一个短杠连接起来 就回到地球上 或者回到土地上 就是你要现实嘛 从天上掉下 然后回到地面上 就是回到现实的意思 radical realistic 都是这两个字 有点像实际的 或现实的 predical 比较接近实际的 realistic 也是实际的 但是它比较多一点现实的 这也是 down to earth businessman 它是一个很实际 很现实的 你讲实 看你怎么讲 它是一个很实际 很现实的一个生意人 downtown 一般我们用名词 就是市中心 市中心区名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在市中心区的 也可以当副词 在市中心 文道区 商业区 dick 副词 and or toward business center of the city I have to go downtown business 我必须要 到市中心走 它是downtown 这倒不是名词 因为前面是动词 动词后面 就不能加名词 而是 我必须要去 我要去谈生意 为了生意 我要去 去哪里 去downtown 我往市中心去 所以这个是副词 一般程度不好 就哦 这是名词 他就不了解 这个意思 因为当形容词 at the business center of city downtown stores usually visit downtown christmas downtown 这个圣诞节 一道大型 在圣诞节 downt 在期间 这些市中心区的 商店 都非常异常盲目 这边也不是名词 是商业的 是市中心的 然后真正名词 市中心区的 business center of the city we should improve streetline in the city's downtown 我们必须要 我们应该要改善 这个市区 市中心区的 路灯的系统 各类一些路灯不够啊 老旧啊 downtroden 它虽然是O 可是一般英文念成 卷舌的R 因为R有两个 一个卷舌 一个不卷2 像soa 那个是不卷舌 downtroden 就是被蹂躏 被欺负 被打击 被杀害这些 tree be rebelling by people in power 通常是被有权有势者 被强势的人 欺负得很厉害 很不好的对待 像这种字 也可以做很多隐身 我们一般讲被容力的 被欺负的 都可以 看上下文 他想要回家去帮助那些被欺负的 在他们country 在他国家 去帮助啊 country 也是国家 也可以当乡村 乡下 看上下文 downtroden 一般讲下降 衰落 downward movement in activity etc 就是一个行为 一直往下走 所以这种相中字 就很好用 为什么 他语气不清楚 意思不清楚 反正往下 往下了一个动作 那不清楚就好处啊 他可以做很多隐身啊 有时候一个字啊 他的意思 就是很清楚的界定 这种字就不好隐身 非黑即白 有些字看起来 他的意思很模糊 而这个反而好用 你说人生啊 水啊 土地啊 还是说阶级啊 下降啊 或衰落都可以 这种字很好用 合法嘛 因为字典没有讲清楚啊 所以有时候 外国人写文章 他意思跑来跑去 我说到底什么意思啊 但是因为他是母律 或者他是文字工作者 他只要掌握一个范围 一个原则 他可以做很多隐身 这个是英文程度好 这是明年 下一年 所以我们中文讲明年 去年啊 英文是下一个 下一个年就明年了 比如说中英文啊 翻译啊 就是不好翻了 要顺着自己的母语去翻 这个明年的需求什么啊 就是有一个shump shump 就是很尖锐 或者我们讲大幅度的下降 像景气不好 你的需求下降 像现在covid-19啊 造成这些东西啊 现在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啊 物价上涨到火灯啊 不买啊 不买需求的降低啊 downward 是往下的 或往下的形容词 这些东西都可以 moving from a higher level this is still a downward trend in the stock market Stark market就是 股票市场 Stark本来就是 东西组存在一起啊 藏起来 累积起来 累积起来的市场 那这个市场啊 这个股票市场 有很多股票在那边嘛 把用成Stark market 很多股票存在那边 就当成股票市场 这个股票市场 是牛市熊市嘛 用牛脚往上顶嘛 就是 会上涨嘛 叫牛市 熊市嘛 熊那个站起来 个子很高嘛 用熊爪往下打嘛 熊市的就是 就是 股票会下跌 所以这个 这个 股票市场是下跌的趋势 Termine higher to lower level 意思差不多 She put a car car Face 因为Face 一般人可以当名词形容词 想一下 就是排面 不可排两面嘛 一面就是五十 五十 五十二张嘛 五十四张 五十二张牌啊 华色都原来是排底 那排面 排面一打开 是 一二三四五啊 还是 Keen啊 Queen啊 Jack啊 这些啊 所以排面就是 就是看得出来 滑色不同 他把排面啊 往下 放在桌子上 你看 这有往下 而这又在上面啊 他把排面 往下 放在桌上 人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底牌嘛 啊 Dunning 一般就是 呃 因为这个Diam本身很讨厌 Diam本身是 切齐齿 可是他还可以当好多其他词器嘛 然后他甚至Diam也可以当名词 就是绒毛 这个是从 不是从他 切齐齿Diam过来 而是从他 名词啊 绒毛过来 就是很多绒毛 很多加歪就被形容词了 没有 sharp hair sharp 软毛的 柔软的 当然这个hair不一定是人嘛 马毛啊 猪毛 鹅毛 龙毛啊 所以常常讲我们说 布沙发啊 他是用龙毛做的 或者羽绒被啊 就常常用 Diam 或Dunning 写的fair Dunning hair fair就是 fair白是很公平的嘛 但是他也可以当那个 金色 就是 金髮白肤 金髮白肤 那hair这边不是白头发 那是皮肤白 是金髮 他有一头金髮 但也可以当那个什么 市集啦 展览会啦 这些 名词可以当这个 形容词可以当公平的 名词可以当这个什么 展览会啊 市集啊 销售会啊 这些是很麻烦的 他有一头金髮 以及有一头金色 以及很柔软的头发 一般头发是不加S 你说头发可以数啊 可是头发 一般人 看种族 一般就二十万根上下 二十几万根 有了十七八万根 你也不可能一起数嘛 一根一根去数 所以他就把刀 到复述名词了 但是 有时候另外 你说这书里面啊 这某一页 一看 有两根头发 三根头发 那时候就加S 所以他这个 英文可数不可数 它有这些 特殊的一些用法 那这个学会很大 光是可数不可数 比一般想多了 一般只能说 可数名词 可以加S 有单符说 不可数名词 就有二分法 其实不一样 可数名词当然是没问题 其实不可数名词 常常又可以当可数名词 这一部分比较复杂 麻烦你 再去讲这个